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艺有很多种 有一种叫做很下门 陈春柳照例走出家门的时间 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还在沉睡 但陈春柳知道 有人比它起得更早 三四点要吃股货 我们这边巴士算零售 不是批发 因为那边货比较齐全嘛 晚期的话 生意好的话 那个货卖完你就没得买了 这个厦门最大的水产品批发市场 海鲜品类超过200种 占领着厦门80%的市场份额 子叶到黎明是交易最火热的时间 石令和新鲜是海滨城市对海鲜的执念 为了最好的货源 商贩们的生物中只能昼夜颠倒 来 拉五斑 拉二十条来 那我们的水没有的仙款 有啦 这也没关系啊 有的 下渡而已 只有四百万人口的厦门 每天消费的海鲜将近四百分 只要归功于旅游 海鲜中很大一部分 流向了这个城市最著名的景点 古浪雨 每天踏上古浪雨的来访者 数量远远超过岛上的原住民 但是古浪雨一天中 最早迎来的并不是游客 而是货船 货船是古浪雨的补给站 小岛上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 全部来自六百米之外的厦门岛 来自东北的木霜是古浪雨马的一样的 码头的板车工人 车上装的是几家民宿用过的床单被罩 木霜需要把它们送到码头的货船上 运回厦门岛清洗 同时再把几天前送去清洗的床品拉回来 码头上与木霜一起等待的还有他的父亲 为了保护环境 古浪雨上禁止任何机动车通行 岛上的生活看起来与现代生活别无二致 但在交通运输上只能采取原始的方式 两百多名板车工人保障着小岛最基本的生活运行 小岛通知任何机密 小岛 明显 biz 富九 城市 六点半 街道上陆续加入了游客的深夜 他们大多是前一天晚上 就住在了古浪雨的民宿里 与此同时 住在古浪雨之外的上班族和学生 古浪雨上的婚纱摄影工作者 也开始陆续上岛 来 小心了 妈 原来不皮 这还藏 这货多还来晚点 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古浪雨上 聚集着三百多家民宿 有近四千间客房 每到周末 民宿的入住率达到峰值 需要换洗的床品成倍增加 古浪雨没有淡水 通过海底管道输送的淡水 只能满足生活所需 没有洗衣店 因此木霜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木霜必须加快速度 在大批游客上岛之前 他要把换洗的床上用品送到各家民宿 这一包我得一百多斤 古浪雨的板车工人 每天要负重行走两万步 一年下来 相当于一百多个马拉松 能绕古浪雨七百圈 木霜每天天不亮就出门 送完货再回家吃早饭 古浪雨的人口密度是厦门市的三倍 在岛上一万多常住人口中 外来人口占了三分之一 在寸土寸金的古浪雨 木霜一家挤在几平米的房间里 每月房租一千元 我们家的房子 自己家房子 院子全算是十五亩地吧 他的宿主 他的宿主 有点多事 也快了 快回来 木霜开始吃早饭的时候 往返于厦门岛和古浪雨之间的轮路开始运行 游客陆续入岛 从此刻开始 古浪雨便不再是古浪雨人的古浪雨 而是游客的古浪雨 海仓大桥 夏目大桥 以及极美大桥 还有杏林大桥 小岸隧道 四桥一岁的进导方向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了 夏目107早班直动车 夏目交通广告 与其他城市的早高峰不同 这里的关键词叫跳岛 每天早晨 人们通过大桥与隧道 从岛外各处涌入面积 只有厦门市十分之一的厦门岛 夜晚再以同样的方式离开 随着从温哥华飞来的MF806次航班降落 厦门高级国际机场开始了一天的繁忙 在中国76个国际机场中 厦门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并不突出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 它又可以被称为中国最繁忙的机场 618 抓紧吧 那个一会儿可能有别的航班会改造 8号桥拖车 4号会同意 这种车管再落地 所以神龙八卦两六 预达时间 推迟到1112 只有一条跑道的高级机场 每天要完成将近500个航班起降 最多时每小时起降32架次 这个数字逼近跑道飞机起降的极限 当飞机装载着大量游客飞底作为旅客 旅游目的地地的厦门 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货轮 也开始进入作为国际港口城市的厦门 50岁的银行员杨奇蒙 今天要为一艘载重10万吨的集装箱货轮银行 外籍船舶进入中国 必须由中国银行员登船 接管船长的指挥权 引导船部安全进入港口停抗 这个早上杨奇蒙必须全神贯注完成他的工作 右旋船尾 我掉头 银行员除了要熟练掌握各种船舶的驾驶技术 还必须对所在水域的天气 地理特点 航道等情况表如指掌 船尾15-1 离开一点 在外面待命 最大集装箱400米的 原来主要是靠这个码 任何细小的疏漏都会酿成大祸 杨奇蒙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26年间 经杨奇蒙银行的中外船舶 已经有12000多艘 在中国和杨奇蒙一样的高级银行员只有不到200人 优爸爸掌 跟老师承证 做事成好 能没有见到 叫孩子 看 dwarf 其他个营寿 古ம 从16岁开始做海鲜生意 陈春柳已经打拼了20年 市场有很多像陈春柳这样的闽南女子 乐观开朗地操持着一家的生计 在巴士里面买的一般都是俗客 快点 煮粘的好了 这么快的啦 他都不敢进来 他都叫另外一个人来打 菜市场是城市中离生活最近的地方 80多年前 厦门岛先后出现了 9个以序号命名的农贸市场 岁月流转 唯独第八市场存活了下来 成为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农贸市场 同时也是最新潮 最文艺的菜市场 上午9点 夏生已经在他的摊位前忙碌了一整个早上 沙茶面 厦门人的早餐 午餐 或者是晚餐 在厦门街头 时间店铺里总有一家卖的是沙茶面 夏生 一个在巴士卖面的文艺老青年 泪士卖面的包製的猪肉joint 下完生了啦 解你下完 我说我在根下的排第二 美drang Playing 基本上百分之五十八 百分之二十九个 每个人都要来一碗 十八世纪末 东南亚华侨带回了沙茶酱 这种味道辛辣的调味料 在本地厨师的琢磨中 一头跳入汤锅 与大骨头汤 花生酱 碱水油面结合 成为厦门人最日常 也最引以为傲的美食 这种味道是乡愁 也是海洋文化的融合 厦门最不缺少的气质就是文艺 即使在一个菜市场里 也不乏各种有故事的人 隐匿其中 几十年前 夏生还年轻 他组建了全厦门最早的一支乐队 演奏的是外国民歌二百首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直接坐在平台 平台上面 一头到的平台平台 和谐共生 相互包容 在古老的巴士 遇到的其实是整个厦门 上涨的潮水 逐渐填满月亚形的港湾 沙坡尾显现出最美的轮廓 这里是厦门通向海洋的入口 自然形成的月崖湾 是渔船天然的避风港 也形成了厦门的城市雏形 2015年6月 最后一艘渔船驶离 结束了沙坡尾作为渔港的历史 过去的沙坡尾是避风港 如今的沙坡尾是文艺的代名词 追星和怀旧混搭成的浪漫气质 充斥其间 沙坡尾街角 一家名叫理发店的理发店准点开业 42年前 17岁的陈建明进入当时的国营服务公司学习理发的手艺 2004年老陈承包下了当年工作的理发店 经营至今 在国营理发店学义的陈建明专理男士发型 从当徒弟开始一直没有改变 后来妻子成了老陈的徒弟 于是店里面的女士发型就由妻子来剪 妻子临时外出 老陈宁可错过一单生意 也不愿破坏老规矩 怀旧的文艺气息并不能带来新的顾客 经常过来的还是些街坊邻居的老主顾 从出生不到这边讲 他84年出生呢 他老爸根本是同岁了 他这么小就离到他现在 他小孩也这么大了 尽管沙波尾极力保留着他最有厦门味道的过往 但那些消失了的岁月 总还是渐渐被隔离在了时间的另一端 旧城改造之后 吸引了更多的新人进来 陈建明知道 自己的理发店终究会变成看得到抓不着的过去 不过对厦门人来说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只要昔日的情感还在 在什么地方相聚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下面人家爱泡的啊 来拉瓜这个不好嘛 来这比较多大 念波就很中意 但是如果念波 就会有带一个翘首的感觉 但是美式里面我们就会念波 有会念的吗 在理发店几百米开外 被沙波尾吸引进来的新人 27岁的贝卡开始了营业前的准备 曾经不是有人说 现在有个小目标 刷上人生第一个意义吗 然后百万块刚好刷出来就是第一个意义 你好 包卡简单 还有一个小包包吗 第一次来 这个是招牌 好吃要吗 或者沙拉 这一阵子的话 其实本地学生很多 还有一部分游客 因为要放假了嘛 然后会有一些学生 他们过来玩 来香火 刚来这边 一条公园里面最多也就是一家店 以前是一周开一家店 现在是一天开两家店 每一天都有新的项目开始 有旧的项目倒掉 下面已经没有位置坐了是吧 那你就跟他说坐楼上吧 传统的味道和新潮的理念相互混搭 改变着这个最古老的街区 创造出新的生态 作为一个严谨的德国人 戴维每天走过风景最美的环海路 几乎都在这个固定的时间 之后他会准时打开啤酒房的大门 这里原来是厦门港务局的旧厂房 随着沙坡尾鱼港使命的结束 厂房里的机器设备 曾经一度凝固在了某个时间上 现在这个热爱啤酒的德国设计师 让这里重新转动起来 下门给我一个老婆 两个孩子给我一个店 一个工作 是我的家里现在 自酿啤酒需要时间 认识一座城市也需要时间 机器开始运转 戴维也开启了他的厦门时间 用一天的时间酿成一桶啤酒 用六年的时间爱上一座城市 人与城市互相塑造成 彼此喜欢的样子 戴维不着急 厦门也不着急 同样的钟声 已经在厦门大学的校园里 回想了97年 四十七周岁 最爱看环球时报 每一期都看 哥德巴赫的筛想 那哥德巴赫筛想 不是世界上难题吗 当时被我们的神经论签证给破解了 下大每个人都得听我 胡桂心已经做了七年的敲钟人 除了敲钟 他也负责这座有着63年历史的 建南大礼堂的日常管理 从每天早上的起床钟声 到傍晚的下课钟声 胡桂心一天要敲19次 上课是两声 咚咚咚咚咚 预备中是一声两短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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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是一声咚 比如以后我退休了 人家跟我讲 你在下到干什么 我在下到消中人工的 现在还是人工的 其实这也是很自豪 随着胡桂心把正午钟声敲响 排在厦门大学门口的游客常备 开始放心 后面要把身份的提前拿在手上 每年会有六百多万人次 跑到一所大学来旅游 单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厦门大学可以算作 最受欢迎的中国大学 校园再漂亮 毕竟是学习的地方 为了避免本该安静的校园 被过度打扰 在工作日的时间 游客只有中午十二点 和下午五点两个时间段 被允许入校 下大前有造后有靠 有山有湖有海 没有雾霾 没有沙尘包 一组是从中西合璧 穿西装带独立 老大也不是教授 是一个教工乐爱下大的一个老人 文化就是这所大学的灵魂 老季 厦门大学网红导游 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 在当讲解员的这些年里 听过老季讲课的 也有上千万 第一个志愿下大 OK 证明你看得起下大 整个下大的半壁江山 都叫狐龙 狐龙湖 狐龙宿舍 狐龙睡到 狐龙探天 在中国最美的大学 少不了漂亮的女生 和白发的先生 也少不了关于青春和岁月的记忆 如果你有一个秘密 可以对着一个洞去诉说 然后这个秘密就永远地留在了这个洞里 百年历史和花样年华 共同演绎着厦门故事 压热带低压气旋下 气温达到峰值 人们纷纷进入室内躲离高温 这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 古浪雨却是另一番光景 午后的烈日 并不是最佳的拍照时间 但是光线好时 也是游客最密集的时间 新人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 占据有限的空间 每年有超过七万对新人来这里拍摄婚纱 即便是在台风的日子 也能看到忠贞的新人们 这里的婚纱摄影 淡季只有两天 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 古浪雨岛上的原住民只有万余人 他们当中几乎有一半人 有着相同的爱好 雷永平马上要和妻子一起去参加一个下午茶音乐会 让琴保持最佳状态 是雷永平一直以来的习惯 乖 坐着听 我调琴调完了弹歌给你听 雷永平的家族在这个房子里已经住了一百二十年 距离雷永平家几百米之外 曾经住着中国第一位交响院女指挥家郑小英 古浪雨是中国第一批接触西方音乐的地方 在这个人口不到两万的小岛上 诞生过一百多个音乐世家 很多有了些年纪的人经常怀念 在古浪雨还没有这么多游客的时候 随便走到某一个地方 就可以听到从庭院或者阳台飘出的音乐声 这把意大利年有将近快一百年了 打开一看全部都散架了 我说不要紧不紧 我慢慢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慢慢慢慢给它修起来 修好刚好我们结婚快要结婚了 我就把这个琴当为我们结婚的纪念 纪念物送给我老板 在生活上面也是这样 他也是主行我也是护行 他把琴科拿出来装了我们走了 李永平和老伙伴创建了一支取名雷错的电声乐队 上世纪八十年代 很多没有机会看到真实的大海的中国人 第一次感受到海岛风情就是通过电声音乐 快乐 你在家看家 把门看好 把门看好 快乐看门乖 大家看着我等等就回来了 我们这个古老的 古老的房子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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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古老鱼最窄的巷子 很有意思的 一般都是现在都是比较老住在这 年轻人都搬到巷子去坐 他工作比较方便一点 李永平去演出的地方要经过古浪宇钢琴博物馆 这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钢琴博物馆 里面收藏着世界各国的名贵钢琴 钢琴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百岁以上 今天下午是调琴师佳节的工作时间 调琴的时间不固定 一般也不会让来参观的游客回避 因为我们这个根据每个季节的变化 温湿度的变化 对于琴的音准的话 它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定期的话 会对钢琴进行一个调律 包括一个音色的处理 在我小时候的古浪宇 就是因为相对来讲整个岛的状态 是非常安静的 非常安逸的一个这么一种生活的状态 所以经常走在岛上的话 都可以听到一些钢琴或者是提琴的声音 李永平今天下午的演出 赵丽是在女儿开的民宿里 你们好 太久没看到了 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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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已经从幼儿园 幼儿园到现在了 你看也算一下有几年了 现在大家都七十多岁了 你看 古浪宇家庭音乐会 这个标志 我们是雷厂电声乐队 他们可以来 游客观众 民族都可以来 来欣赏我们 彈奏 来 走 来 走 现在覆盖了空间 穿越了古浪宇的过去和现在 我可以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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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 就能看 你去看 你去看 我可以去看 我可以去看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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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渡驾驶员林志航已经往返航行了十几次 此时正是游客离岛的高峰 乘坐轮渡是游客进入鼓浪雨的唯一方式 每天大约有五万游客和市民通过轮渡往返于厦门岛和鼓浪雨 厦门岛和鼓浪雨之间仅仅相隔六百多米 单次航行只需要八分钟 八十年不间断的运行意味着上千万次的航行 有人称之为最长情的王返跑 说实话就是对这片海域真的是有一点感情 然后而且对鼓浪雨就小时候都承载着这片的记忆 就挺喜欢在这附近 也不想出去我觉得下面挺美 每隔半个小时左右林志航会上岸几分钟 组织乘客上船 她的妻子吴小雅也是轮渡公司的员工 在几百米之外的市民码头做票务员 出门往右沿海边走八分钟 刷机好就可以 但是卡丢了还是说卡忘了带 就是那个社保卡丢在脑上 那卡呢 那卡没接到吗 虽然同在一个单位 夫妻俩相聚的时光却病不多 她就是四天一次休息 我是四天做了四个整天班 然后休两天 我就差不多跟八天才能遇到一次 跟她同时有休息的这样子机会 下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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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航和吴小雅的工作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很辛苦 除了重复到枯燥 还有就是他们两个人 几乎一整天都没有坐下来的时间 下班时的相互等待 相伴回家 变成为两个年轻人 一份格外温暖的心理补偿 下班了 下班了 对 应该不是那边人 花瓜楼的也换了 把橘色的全部换掉 换成那种有点迷惘 木瓜 换就回家 每天平安平安下班就好 好 看到妈妈有没有开心 干杯 干杯 无数个中国家庭最为寻常的一幕 无疑也是最可信赖的幸福 晚上七点 曾挫安开始了他一天之中最躁动的时刻 曾挫安 这个昔日曾经被城市边缘化的渔村 因与文创的结合成为了背包客和文艺青年的据点 过街天桥上的民谣弹唱声 过街天桥上的民谣弹唱声 和宫庙门口的广场舞音乐杂揉在一起 互不干扰 曾挫安文创中心的末欧席排练厅里 二十岁的刘瑞在老师的指导下做最后的排练 他的那个感觉是这样子的感觉 今天晚上他将第一次在舞台上进行个人长筹表演 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 对对对对转 老师庄雁红是木偶戏飞移传承人 他的木偶剧团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像刘瑞这样的年轻人 一开始的时候你的绸子甩不上去 或者说你利用太大的话你就甩过了 就非常的难 你看 过来是对是反的 传说繁华街道的对面住着一位爱听歌仔戏的圣骂公娘娘 每天都要这样写 每年的农历八月初二是圣骂公娘娘的生日 从这天开始 附近的村民们就会自发出钱 邀请剧团给娘娘唱戏 七点半 公庙对面的戏台上好戏开演 五十米外的酒吧 助唱歌手也已经就位了 每天晚上传统戏曲与流行歌曲都会在曾挫安的这片海滩同时开演 没有PK赛观众可以随意串场 末戏的展厅内故事也已开始 这一部五十米歌手 这个 gym 再次获得跟本一小的一位 李宗 approve 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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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很不喜欢墨戏 我觉得墨戏很无聊 那时候他们拿那个墨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的无聊 就跟感觉跟芭比娃娃没什么差别 但是接触完之后发现 就是它涉及的东西非常的光芒 可能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增挫庵 但是在厦门的这个小渔村里 不只有奶茶和烧烤 还有文化与信仰 不过这个城市不仅仅盛产文艺小清新 也跟众多中国城市一样 聚集着各种勤奋的追梦人 厦门软件园 是这个城市夜间加班人数 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有超过三万的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年轻人 在这里创造着各种梦想 港口仿佛是厦门的心脏 不断将新鲜血液蹦入城市生命机体的每一个部分 不分昼夜 不眠不休 厦门港 拥有集装箱航线一百四十三条 国际航线八十七条 全年吞吐量超过一千万标准集装箱 保守计算 每秒钟就有两个集装箱 由厦门港运送到世界各地 那边还有 主要是人员也会在吧 就是我们桥到底下车不能断 车断的话我们整个队就 这个桥就停下来了 车一定要有 秋辉 松宇码头控制中心的值班经理 负责码头上各个工种的钓配工作 203是不是故障啊 钓机那个没办法抬走 师傅你稍微等一下钓机有点坏掉 好 工程部啊看了一下怎么样 情况应该不会延终吧 203你再重新队一次再重新钓 看能不能钓的话 夜间作业安全厅 对 在船上要注意 好像位置都比较集中嘛 这条船的卸动位比较多 卸入一间通知码头 一间通知码头 一间通知码头 秋辉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安全高效地完成装卸工作 要做到这些 他就必须想方设法 调配好码头的前沿机器 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 每隔几天 秋辉就要重复一次这样的夜间指挥 今晚秋辉和他的团队 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这是这座城市一个24小时的结束 也是另一个24小时的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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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未经许有所欣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权